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仇恨冲昏了头脑 愤恨难易 发誓为其报仇 诸葛亮与赵云立劝之下 依旧也没能阻止他出兵的决心 结果惨败收场 自此 刘备一蹶不振 终日活于悔恨之中 我们常说冲动是魔鬼 它让人变得盲目 愚蠢 生活中让人悔不当初的事情不计其数 其原因多半由冲动所致 凡是三思而后行 保持冷静 反复斟酌 才是一个人最顶级的智慧 网上流传这一句话 世上有两样东西不能直视 一是太阳 二是人心 人性的复杂远非我们想象那般简单 有些人上一秒和你笑脸相迎 下一秒或许便会恶语相向 今天与你称兄道弟 明天或许变得忘恩负义 看过这样一则故事 一名律师被朋友邀约上家做客 两人坐在客厅 边喝茶边聊天 期间朋友笑盈盈地穿梭于厨房与客厅之间 时不时拿来一些水果点心 热情地递给他吃 湘潭正欢时 他不小心把茶杯撞到地上打碎了 不好意思 我没等他说完 朋友便笑着打断他 哎呀 没事 你别动 别伤着你 让保姆收拾一下就好了 此时的他完全想象不到 第二天便从他人口中 听到那位朋友对他不懂礼貌 笨手笨脚地吐槽 他以为情同手足 殊不知美其名曰的做客 实则是朋友最近在打官司 需要向他咨询一些问题 如这般多负面孔的人比比皆是 于他而言 你有价值 他唯恐伺候不周 你没价值 他压根儿不予理睬 所谓手足情深 无非是一场利益博弈 论语有曰 意思是 了解一个人 看他言行的动机 观察他为达到目的采取的手段 考察他安心干什么 那这个人便隐藏不了 人生如戏 有人以成相待 有人演技高潮 你永远不知道面具背后 他为真情 以获为利益 借莫逢人便交一片心 学会用冷静的眼睛 看透人性 保护自己 二 冷静听话 能明辨是非 人活于世 难免会听到他人的声音 这个发型让你老了十岁 这身衣服显得你涂里涂气 他那个人特别心机 若毫无主见 只是跟在别人后面 亦步亦驱 人云亦云 终将或在别人设定的答案里 被别人定义自己 斯特恩曾说 一盎司自己的智慧 抵得上一吨别人的智慧 17世纪 亚里士多德被意大利的学术界 信奉为真理 他说过的话 所有人深信不疑 若是有人产生怀疑 便会遭到整个学术界的谴责 彼时年轻的伽利略 对于亚里士多德 凭着自信的直觉 提出的重物体 比轻物体下落速度快的观点 内心产生了质疑 可是这个观点 统治了西方学术界将近两千年 他不敢贸然反驳 只能带着疑问 私下反复实验 以求证自己的判断 果然 所有实验都证明了 亚里士多德这个观点 的确错了 1590年的一天 他邀请众多学者 来到比萨斜塔 亲手把一个十磅重 和一个一磅重的铁球 同时从塔上丢下去 结果两个铁球 几乎同时落地 为时大家信服 他把实验又重复了一次 结果依然相同 这次实验让伽利略 证实了自己的判断 打破了人们从别人嘴里 听来的真理 俗话说 眼见为实 耳听为虚 人若凡事不信他人所讲 注定吃亏 但若盲目听信他人所讲 无疑是坑害自己 人生在世 切记让他人的看法左右自己 努力做到不明是非的话 不听 未经证实的话 不信 任何时候 我们都应该 不识自我判断标准 用一双冷静的耳朵 明辨是非 听从自己 三 冷静做事 能避免后悔 莎士比亚说 谁能够在金额之中 保持冷静 在圣怒之下 保持稳定 在激愤之间 保持清醒 谁才是真正的英雄 听到这句话时 我不由想起一个故事 一位年轻人 他的太太 因难产去世了 为他留下了一个小婴儿 平日里 他既要工作 又要照看孩子 非常吃力 迫于生活压力 他只能在上班前 将孩子喂饱 让孩子和自己养的一只 极通人性的狗 留在家里 一天 他下班后 到隔壁村看望朋友 回家路上 突遇大雪 未能当晚赶回家 次日凌晨 好不容易赶回家中 推门一看 却发现满地血迹 惊慌失措之下 他冲进卧室 看见那只狗 卧在床边 满嘴鲜血 冲他大叫 而本该躺在床上的孩子 却不见踪迹 进此情景 他断定 这只狗野性发作 吃了孩子 便愤怒地抡起铁棒 把狗活活打死 怒火平息后 当他蹲在床边痛哭时 隐约听到床下 传出微弱的哭声 寻着声音 他看到了 缩卷在床底的孩子 一番检查 他发现 孩子身上虽有血迹 但并未受伤 此时 他意识到自己 可能犯了错 起身沿着血迹 寻找真相 结果 在厨房 发现一只 被狗咬死的狼 罗曼·罗兰曾说 一分钟的静默 是一场 令人晕眩的交响乐 很多时候 我们会因为情绪失控 而做出错误决定 将自己 推入无尽的悔恨之中 相反 遇是给自己 预留一个 情绪缓和的时间 冷静下来 就会发现 一切并非如想象的 那般糟糕 与其行驶 一分钟的冲动 未来追悔莫及 不如保持 一分钟的静默 当下清醒做事 四 冷静思考 能看清本质 二战期间 英美军方会根据 作战后 幸存飞机上的弹痕 分布情况分析复盘 所有专家决定 幸存飞机上 哪个部位弹痕最多 便着重加强此部位 使再造出来的飞机 有更强的应敌能力 然而统计学家沃德 力排众议 他认为 更应该关注 弹痕较少的部位 当时 他的观点 令所有人匪夷所思 被大家认为胡闹 面对反驳 他反问道 如果弹痕多的地方 就是飞机的要害 需要加强 那为什么要害被多次命中 飞机却还能幸存 随后 他向大家解释 弹痕多的部位 即使被损坏 实际上对飞机 并不会有太大影响 那些弹痕少的部位 可能恰恰是飞机的 要害所在 因为没有被命中 所以飞机才得以幸存 沃德正因看透了这点 才会提出这种 对未看透本质的人而言 荒谬至极的建议 事实证明 他的观点是正确的 舒本华说过 一个明智的人 就是一个不会被表面现象 所欺骗的人 他甚至遇见到了事情 将往哪一个方向变化 多数时候 我们会被表象迷惑 进而草率抉择 直至发现错误 依旧认为是其他原因所致 而并非自己思考的不够透彻 事实上 错误仅仅是因为 我们没有把问题的 本质思考清楚 只有当思绪冷静下来时 事情的真相 才得以浮出水面 如同那句谚语所讲 莫看江面平如镜 要看水底万丈深 切莫迷于表象 欲视头脑冷静 思绪平稳 看透其背后的道理 成功便如鸡而至 冰心在《繁星春水》中写道 冷静的心 在任何环境里 都能建立更深微的世界 深以为然 一味的热情冲动 并非就会有所造就 相反 能够让自己 在浮躁的环境中冷静思索 倒是会解决诸多问题 热情且盲目的冲动 留下的是悔不当初 积极的态度 与冷静的思维并行 才是为人处事的真正智慧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佛禅 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所以你只要在Facebook里面 搜索佛禅 点击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 子木非常期待 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